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用Python去采集图片的资源 然后我是4月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讲今天的主要内容 然后我们来讲代码实现 第一步呢 算了算了算了 直接来写吧 我们先定义一个UIL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访问这个链接 我们第一步先得去访问这个链接 为什么先访问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它里面存的是什么 这个链接它里面存的是所有的一个 那叫啥 所有的图片ID 对不对 所以我们首先得访问它 对吧 首先先得访问它 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得访问我们所有ID 就是说先访问它以后 我们才能够拼接到所有图片的一个链接 对吧 然后定义好这个链接以后 我们用request去请求一下 怎么请求呢 确认方式 我们可以看这边 一个get请求 那就点一个get 其实通过这个链接 你应该就大概率能够判断出来 它肯定是一个get请求 对吧 那直接来请求一下 请求以后呢 我们将这个响应打印一下 看看有没有请求成功 好吧 然后请求成功了 对吧 我们再点一个json 取数据 那数据呢 也拿到了 对吧 UIL的话 自己去找一下吧 多乱练一下 你把我这个拿了干嘛呢 我顶多给你这个 我可以给你这个链接 但这个链接呢 你不能直接用 对吧 你需要 你是要抓包 抓包找到数据来源以后 你再去拿去使用 好吧 获取数据 就用这种方式来接一下数据 就为什么我不喜欢发这个链接呢 因为 你跟着抄代码没有用啊 然后第三步啊 就用来去 解析数据 嗯 解析数据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啊 通过这个parent 打印一下这个jsondata 我们就拿到了这个数据 然后他呢 是一个字典数据 对吧 就通过点json 取出来的一个数据呢 那应该是一个字典格式 字典类型的一个数据 那字典是什么玩意儿呢 对吧 啊 什么是字典呢 这个你不管啊 不用管他 管他什么是字典呢 只要怎么用就可以了 对吧 反正你又不拿来干嘛 然后我们怎么取啊 就首先呢 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大括号所包裹的数据啊 并且呢可以这样展开折叠的 如果是这种数据呢 就可以直接点json去取啊 如果不是这种数据呢 就不要用点json 因为点json 是专门用来取这种数据的 好吧 ok啊 然后呢我们来讲到如何去解析啊 就是提取咱们想要的这些图片数据啊 提取这个图片id 然后给它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图片链接啊 怎么去做 然后其实非常简单啊 嗯 我们如果说是想要取到唯一的一张图片的话呢 其实 按照 按照这个思路去做吧 我们先取到一张图片试一试啊 先给大家体验一下 嗯 就是这个字典取值啊 就首先这个数据和我们的这个json data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的数据呢是在这个 啊 就 嗯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要拿到这个id对吧 比如说现在呢我确定这个id 这两个id是一样的 我们取这个idstr啊 比如说我们需要取的是这个 对吧 要取的是这个 那我们可以 那我们可以 倒着往上去 啊 就是说 这个imageridstr 是在这个0里面的 对吧 那我们就啊写出来 0啊 然后是images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往上又是一个0 对吧 然后再往上是一个followlist 那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层级关系 对吧 那我们在取值的说呢 就根据这个层级关系 从 从这个后面啊 往前面去取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json data啊 在后面呢写一个中国号引号 啊 然后呢 写一个 post list 然后呢 后面就是0 再往后呢 就是images 啊 如果是数字呢 就直接写那个对应的数字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往这个 再往前呢 对吧 就是这个imagerid啊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取到这个imagerid 还没有 啊 然后呢我们如果是想要取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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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userid怎么取呢 其实你就将它复制一行 然后改一改 那你就能够拿到这两个id了 对吧 没有问题吧 你就能够直接的拿到这两个id了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拼接成一个图片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拼啊 然后前面加个f 加完f以后呢 imagerid对吧 把它改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imager的一个uil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肯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 啊 虽然说你能够拿到一张图片的链接 但是你所需要的是所有图片的链接 对不对 啊 就是说我们所拿所想要拿到的是所有图片的链接啊 但怎么做呢 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上来找 啊 注意啊 就是到这一步我们从后往前吧 还是这里面一共 imager里面一共有20个内容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取到这个的话啊 这个数字呢得要是 得是什么呢 得是01 2 3 对吧 但是这样子的我们才可以拿到这个所有的图片 对吧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拿到所有的图片链接啊 就是说 所有这一个系列的图片链接 对不对 那这是我们所提到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呢怎么做呢 对吧 那它所变化的数字是谁 是这个数字 对不对 它所变化的是这个数字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什么呢 通过一个for群环 对不对 它一共是20个嘛 那我们就来一个for for一个这个i in一个range 然后呢 从0到20 也就是说写一个20 不对 从0到19 写个20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缩进一下 缩进以后呢 我们将这个 将这个0呢 给它改成i 改成i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 所有就是这一个系列的所有图片链接 还没有 这是第一步的一个操作 但是呢 你会发现啊 我们 每一个images 它的一个长度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看这个就只有一个 然后呢 有的是一两个 对吧 都是长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希望说 能够去测量一下它的长度 能够去得到这个 这个玩意儿的长度 Lens 我们就来个Lens 然后呢 它就是我们 inmeasure的一个Lens 然后这个Lens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拿到这边来 那直接这样做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这样做以后呢 不管你是取 比如说你要取第一组 对吧 你要取第一组内容 就是这里面是零嘛 你要取第二组内容 那就是写一嘛 对不对 这就是写一 然后你要取第三组 那就是写二 对不对 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变化了 然后呢 这个东西你得去干嘛呢 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会变的 对吧 这个也是会变的 所以呢我们还得来一层循环 for一个 J in一个Rens 然后 呃是谁呢 是它的长度 对吧 post Lens 等于它点 啊 然后就是说它是从零 到它 然后就将这个整体的缩进一下 缩进以后呢 为了方便我们去做啊 方便我们去这个去取值 我们给它来负个值啊 J啊 然后这是一个post 对啊 应该是这样去没错啊 都要把我自己给绕进去了啊 应该是这样去没错啊 应该是的啊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然后这里呢得变一下 这里就是这个post了 对吧 对吧 右键运行看一看 OK 没问题 对吧 你看 右键运行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拿到每一张图片的一个链接了 对吧 没有问题吧 到这一步 老规矩啊 就是思路能听懂的同学啊 思路能听懂的同学可以敲一啊 好吧 可以是吧 可以是吧 好啊 好啊 然后思路都能懂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保存这个图片了啊 等一下就下的这个图片了 嗯 嗯 嗯 来保存一下 首先我们啊 就不用导入什么东西了 然后它的话是一个那个 我们用repress 来请求一下 请求一下 请求一下 访问一下这个Imager ImagerUIL 访问完这个ImagerUIL以后呢 我们直接取里面 就是保存图片啊 点一个content啊 这是我们图片的一个数据 然后保存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withopen 也可以直接用open啊 我们就用open吧 嗯 这个写入方式为这个wb啊 点一个ret 然后这个图片名称呢 我们给它保存到这个Imager里面啊 就是当前代码的一个统计目录下的Imager里面 然后这个图片呢 然后这个图片呢 我们管它叫什么名字呢 啊 这样吧 我们直接通过这个J和I来去设置图片的名称啊 点GPG啊 然后将数据写进去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保存这个图片到咱们的代码统计目录下啊 然后接运行 啊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嗯 然后也要 好吧 好吧 然后现在呢 就是我们 现在呢我们所爬的这个数据啊 其实才多少啊 才一点点对吧 才这么几 123 4 5 6 7 8 9 10 啊 就是才十足 对吧 那我们还可以爬更多的内容啊 因为这里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我们还可以去往下去翻页 对吧 因为发现它这个进度条往下拉呢 会有新的内容出现 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抓下包 啊 同样的我们拦截这个包啊 我来拦截它 嗯 然后看这个两两个链接的不同啊 然后再往下滑 对吧 这几个链接的不同 你会发现 其实它所变的东西就是这个配置 对吧 配置就是叶数的意思嘛 嗯 就是说我们通过更改这个配置 啊 它可以去获取另外的一些页面的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这样啊 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再给它来一个负循环 配置 引你个range 然后呢我不知道它有多少页啊 嗯 我们可以让它从第一页 跑个十页吧 先 好吧 然后这个链接我们给它改一下 改成page 然后前面加一个f 这个引号前面加个f 然后呢 把下面的所有代码缩进一下 缩进以后呢 我们往这个前面啊 再来一个横杠啊 来一个page 好吧 来一个page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翻页的去抓取啊 我们将这个整个内容删除掉 然后呢我们重新来右键运行一下啊 它呢就能爬更多的内容 就能爬更多的图片啊 就是它的这个相关操作吧 然后呢 我们其实可以来到它的这个上一层啊 来到它的上一层 对吧 我们还可以就是采集就是通过这个代码 我们还可以采集更多的一些数据啊 我们到它的上一个目录下去啊 像我们还可以去采集这个权 就我们可以把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全部都采下来啊 对 全部都采下来 对吧 根据刚刚的那些操作 呃 它有好几个层级啊 有好几层 对吧 它一共有好几层啊 我们待会儿去如果要去写的话 我们可以将这个网页当中的所有内容全部都搞下来啊 所有图片全部都采下来 然后速度的话 我们这个程序肯定下来速度是比较慢的啊 呃 因为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刨算案例 对啊 你如果想要速度更加快的话呢 你还要学习到更多的一些 提速的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多线程多进程 对吧 或者说去使用异步啊 或者说去使用这个框架去采集啊 这样的话速度会更快一些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呢 速度是比较慢的啊 好吧 好吧 然后 嗯 我们就不爬了 就靠 就让它爬这么多吧 对吧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嗯 其实图片的话还是挺清晰的啊 OK 这是我们今天呃 所实现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案例啊 到这一步的话大家有没有问题 嗯 然后后半部分内容呢 我们打算就是给大家去讲对应的一个 对吧 给大家去拓展啊 拓展一些 呃 比如说呢 如果我们是想要去 呃 通过这个 下载啊 下载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大家就是 把其他的一些这个 把其他的一些组全部都给它搞下来啊 就是我们下面要去搞的一个东西吧 啊 然后大家其实可以发现啊 呃 我们通过 在这里啊 我们能够看到它一共的页数 对吧 在这里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它一共的页数 啊 一共多少页对吧 啊 然后其实 因为一页是有十组嘛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除一个十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共要翻页的一个页数 对吧 你就能把这个里面的所有内容全部都拆下来啊 啊 好吧 然后这个思路我们暂且先搞到这里啊 然后后面我们给大家去讲这个多个的采集吧 啊 然后现在呢我们干嘛呢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就是也到了四十五了啊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哪个选择课好吧 啊不好也得好啊 因为已经到我们 这个时间段了啊 该做的事不能少了 啊 对 啊 从零开始的课程吗 对 从零开始的啊 就是我们系统课的话呢 是一个从零开始的一个课程啊 啊 应该也同学也有同学提前了解过 或者说听过我们课的同学呢 应该也知道啊 我们呢 还有一个系统课 对吧 啊 系统课呢 就是一个从零进入开始的课 啊 当然呢 跟我们公开课呢 有一些区别 你知道我们公开课呢 其实就是一个 嗯 系统课的一个免费制定课 对吧 然后呢 能够让你提前去接触一些啊 path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方向啊 提前去接触一些path里面比较 呃 好玩的一个东西 对吧 像爬松啊等等啊 嗯 这是我们公开课吧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公开课学到更多 啊 或者说学到更加精进的一些技术的话 那是不太现实的 对吧 因为总体我们来讲就是整个的一个 Pathom的内容呢 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实际上在我们公开课当中 能够讲的 或者说 有时间能够讲的一些 东西呢 也只是一些 呃 Pathom基础 对吧 也只是很多的一些Pathom基础啊 所以呢 啊 如果你想要学到更加进阶的一些东西呢 在公开课呢 是无法学到的 啊 就包括给大家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啊 对吧 你看我们还可以去 呃 用一些其他的方式 对吧 去将这个网页的内容去采下来 啊 我们还可以让这个程序速度更加快 对吧 甚至呢 那基本上是很难在咱们的公开课当中去出现的啊 第一个呢是由于 由于这个学员技术基础参差不齐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人是因为 就算我讲了也不一定能学会啊 所以 呃 就会在公开课当中这些东西呢 也是没有办法去讲的啊 所以呢 这些东西就全部都在系统课程里面 那当然呢 我们系统课呢 是一个收费课程 对吧 啊 但是收费课呢 有收费课的一个好处 就除了 呃 呃 我觉得啊 学学编程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是从零开始学啊 如果没有一个人去带你的话呢 那你是很难去把这个编程给学好的 因为你会发现 其实你在前期你会遇到非常多的一些曲折 对吧 你像我最开始学的时候 呃 我连打字都不会 对吧 然后我才我我会的只有什么呢 我会的只有开关机 啊 然后当时就 你像这种程度的同学对吧 或者说基础 哪怕你会打字对吧 你会打字 但是呢 你这些软件呢都装不好的同学 像这些同学 你要他从零开始去学 那是很难学好的 对吧 然后包括像打算一些打算想要去学习同学啊 这样如果你是没有计算机相关基础的同学 你想要直接去学会是很难去学好的 啊 或者说你如果没有人去带你的话 你是很难去学好的 啊 所以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课程啊 专门面向这方面的一个学习培训 啊 嗯 然后对可以去找工作啊 就是我们这个系统课呢 主要面向的呢是两部分同学 呃 一部分呢是想要去学咱们pathon的 学完以后想要去工作就业的 哎有没有 有的话敲个一我看一下 好吧 然后另一部分呢是想要学pathon的去当做一个副业 当做一个兼职的 大家有的话可以敲个二我看一看 好吧就如果是想要工作同学可以敲一啊 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学pathon的去当做一个副业的同学可以敲二啊 啊 这个是我们系统课主要去呃面向的一个方向吧 嗯 面向我们学员的一个呃 群体吧也是 对吧 如果你以后呢有想有想法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或者说你现在呢是比较感兴趣 然后呢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方向的同学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咱们这整个pathon的一个呃工作 还有副业的一个呃 情况 那就是你要呃 怎么样啊 就是我要学到什么程度 或者说我要做到什么程度 我才能够通过pathon的去做一些兼职啊 或者说去找一份工作 好吧 这是我们下面要去讲的东西 嗯 嗯首先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工作吧 啊 副业同学有很多啊 那我们先来讲工作吧 嗯 然后如果你现在呢 嗯 现在是想要去学好pathon 对吧 因为大家发现这个pathon的这个工作的前提还是比较不错的 啊 就包括你从各大的招聘网站上面呢 你基本上都能够搜到对应的一个pathon的一个工作岗位 对不对 然后呢那就比如说像bots上面对吧 啊 基本上呢你如果去统计的话 因为我们之前统计过啊 你在一些这个 你在一些这个一线城市啊 一线城市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pathon开发啊 就不管是 就pathon开发它可以做很多的一些方向啊 我们今天讲方向吧 就是你可以去做对应的一个 比如说爬送开发啊 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爬送案例 啊相当于是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吧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数据分析 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这个网站的一个开发 啊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 这是pathon的一个 呃 pathon的一个主流的一些方向啊 好吧 啊 嗯 pathon未来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也就是 呃 为什么叫主流啊 正因为这几这几个方向的话呢 去找工作啊 他的这个可靠度会更加高一些啊 并且呢 市场的这个需求量会比较多一些 那如果呢你是去学习pathon的一些冷门方向啊 比如说你学pathon的去做游戏开发 或者说你去做一些桌面应用的开发 对吧 那你去做这种开发的话呢 他的一个工作是非常少的 就言外之意呢 你很难去找到一个这方面 你很难去找到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那么厉害吧 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嗯 次流的一些方向啊 就是比较 非主流方向 对吧 然后我们主流方向就这么四个啊 但主流方向当中呢 也有好的 也有坏的 呃 好的是什么呢 人工智能他的一个工资 确实比其他几个方向要高一些 那坏的是什么呢 坏的是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呢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事 那因为他需要你有一定的数学底蕴啊 也需要呢 你有一定的一个学历 对吧 基本上你去找人工智能 找一份人工智能的工作啊 你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这个 嗯 985211的一个本科啊 以上的一个水平啊 对吧 基本上你是很难去找到一个好一点点的 人工智能的一个工作的 很难找到 所以呢 从事人工智能的同学 自己还是心里要有点数啊 就是啊 自己现在呢 数学谁学的怎么样 然后呢 对吧 自己呢 有没有这方面的前置啊 就不要光听着说人工智能多好多棒 对吧 就一股脑子往里面学 那就一股脑子 哎人工智能很厉害啊 对吧 像恰恰就是这么厉害 我以后也一定能写出这样的一个程序 对吧 这就好比什么呢 好比你在小时候 你跟我说啊 我要当航天员 对吧 长大了 我是一个航天员啊 我要在太空上遨 对吧 或者说长大了 我要当科学家 就好像说这种话一样 嗯 梦想可以有啊 梦想可以有 没问题 我不是嘲笑大家啊 对吧 你可以有梦想 但是呢 你得要考虑自身的一个情况啊 你不能盲目的去想 对吧 你得 啊 长大了 我要当太空人 对 就是类似于这种想法啊 就是你得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能力啊 还是要稍微有点数 对吧 或者说你可以找 你可以有高标准啊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 有高标准的同时啊 你现在在干嘛呢 对吧 每天啊 休闲时刻还打打游戏 对吧 每天休闲时刻呢 回家放假 打游戏 啊 玩啊 各种玩 对吧 啊 就不要一边光有梦想 一边在玩啊 这个就 对吧 这个就跟我们很多学员一样 就很离谱 啊 就是我想学我想学 老师我确实想学好Pathom 对吧 但是呢 啊 但是呢 一说到 一说到 哎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啊 对吧 你什么时候开始 学啊 对吧 不急不急啊 等一等一阵子 我现在比较忙 对吧 不急不急啊 再过一再过几个月 对吧 不急再过一年啊 不急等到我大事再说 对吧 不急等到我快毕业了再说啊 对吧 那你像这种你有梦想 这个这个 那你就梦吧 对吧 你只能在梦里去想啊 啊 就当有梦想挺好的 对吧 你得付出行动啊 就是关于学习也是一样的吧 就哪怕你是从事 哪怕你不是做人工智能 你是做其他的一些方向 对吧 你也一定 你自己也一定要有一个 呃 确确的一个规划 对吧 就是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从事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你就得现在开始学 那不要拖 那越拖 拖得越久 你自己浪费的时间也就越多 那么压吧 啊 这个我就不讲太多啊 呃 讲歪了讲的讲的 然后这个 哎 我们就讲上面这三个方向吧 当然 你基本上呢 你把这些内容掌握了 就大概你要学会哪些技术呢 啊 如果不知道要学什么技术的同学啊 不知道要学什么内容的同学 你可以去加到我们的一个小语老师啊 教他可以干嘛呢 教他可以去领取咱们的一个学习路线图 并且呢 如果你有一些方向的一些问题啊 你也可以直接去咨询咱们的一个小语老师 好吧 你可以去咨询他 那也可以呢 去看 也可以去找他去领取一下这个学习路线图 然后对应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那去找一下知识点 就看一看对吧 自己呢 掌握了哪些技术 掌握了哪些内容 好吧 啊 或者说对于以后的一个学习内容 不够明确的同学啊 也可以去领取看一看 然后包括呢 你以后 就说老师哎 我是想要工作的对吧 那我学哪个方向比较好 或者我比较适合哪个方向啊 或者说你现在是什么专业 对吧 然后可以跟老师说一下 然后呢看你这个专业呢 更加适合去做哪个方向 那这些只要是方向的咨询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纲的一个领取 这些都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去找小鱼老师去聊天 对吧 扯淡啊 嗯 OK啊 就是 也是大概能够对自己的一个未来 有一定的一个规划吧 对吧 或者说你也可以把它称作为一个未来规划师 可以规划你未来的一个 对吧 你如果因为大家老师都是过来人嘛 对吧 你有一些什么问题的同学呢 也是可以问他的 对吧 这个包括但不限于情感问题啊 包括但不限于一些知识和情感问题啊 你们所以对吧 嗯 OK啊 嗯 然后这是我们主要学习的一个内容吧 就是工作要学习的内容三个方向 然后这三个方向 也就是说这个图上面的内容啊 掌握个百分之八十啊 以上 对吧 掌握 掌握百分之八十以上啊 你基本上在一些一线人士去找这个 Planet盘工开发的一个工作 啊 你可以达到一个8到15k的一个 薪资啊 可以达到这个薪资区间 那就是你学技术所带来的一个收获吧 对吧 嗯 最起码对比一些传统行业的话 这个专业 我说你从事这个方向啊 你的一个能拿到的钱还是比较多的 对吧 嗯 这是关于我们工作吧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兼职啊 他应该知道啊 他应该知道 哎 哎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这个 呃 兼职啊 就是说呃 首先你应该要学什么才能够去做兼职 对吧 你要学什么内容才能去兼职啊 嗯 嗯 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呢 是去学爬送开发和这个数据分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方向他的这个坚持外包会比较多 啊 然后呢 价格也普遍的比较亲民啊 呵 比较亲民呢 啊 价格 亲民 啊 就是价格的不高 啊然后呢 呃 但是不高会不高啊 因为他比较简单嘛 对吧 那就相当于说一个200到500块钱的外包啊 你自己去做呢 可能做个几个小时就完全可以搞定 对吧 啊 就200到500的外包啊 做个几个小时就完全可以搞定啊 这是价格比较亲民啊 为什么 那就是一个原因吧 那我个人觉得啊 然而这几个方向他的外包也比较多啊 嗯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小外包啊 都会发这个 然后大外包呢 其实也有对吧 但是呢 那一般大的外包呢 资源会相对上说没那么多 对吧 一般都是小资源会比较多一些啊 就是关于外包吧 嗯 我们的学习吧 大概是第二部分 然后如果你是以后呢 想要去做兼职的 做兼职还有挺多同学的 对吧 嗯 其实我也推荐很多的一些就是 比如说你没有办法直接工作同学啊 可以去做一些兼职 但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学校 学完以后呢 还在学校 对吧 如果是这种同学呢 我也建议 你学完对应的内容以后 你可以去尝试 做一些兼职 因为首先做兼职呢 能够给到你去锻炼自己 对吧 然后除此以外呢 也可以给自己增加一些收入 对吧 这是关于做兼职的一个好处 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去做兼职的话呢 你应该怎么做啊 首先 你得有技术 这个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对吧 如果你没有技术 比如说你做什么兼职嘛 对吧 然后第二就是你得有渠道 但是这个渠道呢 如果你如果是你自己做 你就很难去发展渠道 对吧 你要想尽办法去发展自己的一个可接外包的一个渠道 比如说你在这个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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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站上 或者说在一些什么平台上 对吧 去发布一些文章视频 然后呢 可以去 可能可以去接到一些外包 对吧 这个呢你可能得自己去发展 但如果你是跟着我们一起学呢 我们会直接提供外包渠道 给你 对吧 提供对应的外包渠道给你 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接一些外包 对吧 我们会提供外包接单群 然后就不收任何费用的外包接单群啊 就报名所有的VIP同学都可以加入 这是外包啊 然后 对 是吧 然后这个外包群的话呢 也是给到我们学员的一些小福利吧 就能够 让你去锻炼一下自己对吧 以及能赚一些零用钱 然后当然你去接外包的话呢 有问题也可以去找我们 也可以找我们问啊 那这是关于兼职 然后基本上 嗯 虽然不说你一定能够在我们提供的外包渠道里面 去大付大费吧 对吧 最起码呢 给到你每个月去缓缓解一下自己的学费 压力是没问题的 对吧 去增加一点点收入是没问题的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老师那这个我这个外包渠道的兼职万一 万一 我记不到或者说万一怎么怎么样怎么办呢 对不对 其实还有一些备用选项就是我们 会教你如何 对吧 如何去发展自己的外包渠道 好吧这个 呃 如果大家想听我后面可以给大家讲啊 好吧 嗯 反正基本上发展自己外部渠道其实非常简单啊 只要你前期肯下功夫啊 基本上你如果你做到一个呃 做成一个自由职业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吧 你去发展成为自己的一个自由职业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这是关于兼职吧 好吧 然后工作的兼职讲的差不多 呃 然后工作的兼职的话呢 如果都是根据我们学的话啊 我们也分为两个班啊 一个是工作班一个是兼职班 对吧 我们的一个呃 呃 我们的一个工作班呢 是从零基础开始学的啊 会先学这个核心编程 核心编程啊 一共是两个月 爬松是两个月 数据分析呢 是一个月 网站开发呢 是两个月啊 也就是说总共呢 是七个月的时间 可以全部学完 然后兼职呢 我们总共是五个月时间 啊 当然呢也是从零开始学对吧 从核心编程开始学啊 这是两个月 这是两个月 这是一个月啊 总共就是五个月时间 全部学完 那学习模式是怎么样的呢 对吧 如果是跟着我们学 是怎么去学的呢 啊 学习的模式呢 因为我们是在腾讯课堂直播授课啊 但我们是以直播 主要以直播为主啊 然后呢 录播为辅 直播的话呢 我们时间是每周的一个 一三五或者在二四六 晚上的一个八到十点钟 直播授课 就是关于这一块 呃 然后呢 我们课后啊 会提供对应的一个录播 啊 录播呢 是给到你可以课后去复习的 对吧 以及呢 我们每几个课后呢 会提供对应的一个作业啊 也给到你去啊 复习第二遍第二遍复习 对吧 然后呢 第二节课上课之前 比如说第一节课上完课了 然后提供了作业 那么在第二节课上课之前 半小时 会 提供作业 会提供作业的一个讲解 啊 会提前 半小时讲这个 上一节 课的作业 对吧 也就是说你还可以再复习一遍 对吧 也就是相当于说 然后如果你再看一遍录播对吧 就相当于说你 整个的内容 你可以复习三遍 只要你跟课的话 啊 就基本上避免了很多同学所提到的 诶老师万一我学不会怎么办 对不对 啊那同一个支点 你学三遍还会学不会吗 对吧 然后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会有对应的一个 考核 啊 就考试 每个阶段都会有 对吧 每个阶段都会有 然后不通过啊 不通过 重新学 对吧 就基本上避免了你说老师我学不会的一个问题 对吧 你说老师我学不会 你学一遍 学不会 学两遍 学三遍 学四遍 你再学不会 那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学 对吧 基本上就是说 呃我们的系统课啊 我可以这样打一句包票 就是只要你愿意用心学你是一定能学会的 除非你不学 明白我意思吧 除非你不学啊 只要你想学你是一定能学会的 你是一定能学好学会的 能明白吧 ok啊 还关于我们的学习 呃 然后第二一块的话呢 是什么呢 呃 第二块的话是有很多东西会担心说老师对吧 那万一啊万一我没有时间怎么办呢 对不对 因为我们学习模式呢 本身就一周只有三节课 然后都是在晚上上课啊 本身我们的教学时间和模式呢 就是专门针对这一部分的时间不太够的同学去设计打造的 啊如果呢你这个时间段还是没有时间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呢各个阶段 都会有这个考核 啊不对各个阶段都会有 呃这个这个 不是各个阶段吗 就是你在学习期间啊 期间 的各个阶段对吧 你也是可以去选择 冻结啊 学习权限的 可以等你有时间了再来继续学习 对吧 可以等你有时间了再来继续学习 啊 这是关于我们的学习模式啊 对吧 你可以去冻结你的学权限啊 OK 对吧 就除了我们上课时间的设定以外 啊 在这以外的一个内容 你还可以去选择冻结你的学习权限 等你有时间了再来学 比如说你突然要出差 或者说突然要考试 对吧 需要一定的时间 没有办法来学 你可以去选择冻结学习权限啊 然后呢 呃除此以外啊 就是说呃 这些基本上这样时间呢 对吧 还有什么 嗯 怕自己学不会啊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很多东西都会担心说老师对吧 我 我我我我我这个 嗯什么都不用考虑 就是没钱对吧 什么都不用考虑 啊 因为我啥都有就没钱 啊 因为我啥都有 就没钱 但也没有这种同学 啊 其实这个问题反而最好解决啊 嗯 有没有这种同学 那我问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 有 就是呃 想学但确实没有钱的同学啊 啊 敲敲敲敲敲敲敲我看一个 想学就是没钱的同学啊 啊 敲敲我看一个 有没有 有多少给大家讲一下 没有是吧 有没有 有没有 啊 啊 学费多少是吧 嗯 我们分为就业班和兼职班 呃 就业班的话呢 我们总学费是 由于过后是8880 然后咱们的一个兼职班总学费 由于过后呢 是6680 啊 啊 有没有学费压力 怎么说啊 啊 没有没有学费压力那更好 嘿 那我就不用讲了 那那那你们就去报吧 对吧 哎 如果觉得老师这个不算压力啊 这么点点压力对吧 不算是啊 那你就直接去找这个小玉老师 啊 说老师我要报名啊 啊 就可以了 对吧 啊 你就说老师怎么支付就可以了啊 嗯 哎 有学费压力我就给你们讲一下啊 没有学费压力呢 我就不讲了啊 啊 再给大家讲一下吧 好吧 给大家讲一下 呃 就是说 咱们今天报名的同学呢 我们是可以参加一个 毕业季的一个活动的啊 嗯 这个活动的话呢 有很多的内容啊 有很多的内容 嗯 首先呢是 关于分期学习 啊 我们一个一个讲吧 首先是关于这个分期学习啊 嗯 呃 就是说如果呢 大家觉得老师学费压力比较大的同学呢 啊 你可以去选择分期学习啊 那分期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免除所有的利息的 那分期免期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花贝 或者信用卡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啊 去选择分期学习 反正所有的利息费用 全部由我们这边承担 那你不需要承担任何分的利息 那然后呢 其实不管是系统课啊 不管是我们的就业办 还是兼职办啊 按照每个月去算的话 按照分期去算的话 每个月最低的话 也才300出头 好吧 每个月最低的话 也才300多块钱 就是你分期分最高的期数啊 每个月呢才300多块钱 好吧 没有利息啊 没有利息 然后都是可以提前还款的 然后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针对一些大学生 因为大学生是没有办法去分期 或者说去办理这个花贝的嘛 对吧 那针对大学生呢 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月付渠道 就是学一个月付一个月的一个学费 然后每个月最低的话呢 也是300多块钱 好吧 每个月最低也是300多 嗯 对 然后都是没有利息的啊 都是没有利息的 然后第二呢就是说 那今天报名同学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对应的推荐 还有这个内部外包平台啊 提供给到大家 给让大家去 给让大家去对应的去接外包 或者说对应的去找一份 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吧 也会教大家如何去面试啊 OK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 助学分期啊 不是助学金的一个 内容吧 好吧 就是说给到大家去 呃 缓解学费压力的其中一个啊 对吧 也就是说只要在活动期间啊 预定 报名咱们课程同学呢 都可以享有咱们百分之二十的一个 反现学费啊 百分之二十的一个反现学费 而说这个的话呢是 我们今天的话总共是有三个啊 三个同学 就是说前三个同学 对吧 可以领取到咱们的一个优惠福利 啊可以领取到咱们的一个 百分之二十的一个奖学金啊 啊 还有这个分金免稀的一个伏理优惠 那奖学金是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 奖学金的话呢 需要大家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奖学金是按照阶段反现的 然后是反现总学费的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你是就业班 就业班的总学费呢 我们是多少 就业班总学费是8880 对吧 也是乘一个百分之二十 一共呢就是反现2776 对吧 一共反现1776 对吧 这是就业班啊 一共反现 那就业班总共是七个月 对吧 平均其实每个月的话是多少的 其实如果你全部都领取到啊 平均每个月呢也就才 领取这个两百多块钱 对不对 平均 平均每月就是可以减免到这么多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每个月的一个学费压力呢 可能最低啊 对吧 最低每个月的学费压力也才一百来块钱 对吧 也才一百来块钱 所以这方面的话就基本上可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学费压力了 对吧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咱们的一个兼职班的同学 对吧 同样啊 兼职班同学呢 我们总学费是6680 那乘一个20% 那是1336 对不对 那除以一个5 267 这平均每个月也是一百多块钱 对不对 每个月也是一百多块钱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学费压力的 对吧 那什么样的标准呢 这个奖学金是什么标准的 对吧 奖学金的标准很简单 只要你的一个到课率达到95% 就是说只要你每节课都来听课了 OK 对吧 也就相当于说催促你去学习嘛 对吧 催促你去学习 好吧 然后想要报名同学啊 想要去了解咱们系统课的同学啊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总共是给到三个优惠名额 如果有想要了解同学 想要了解同学 你可以去 直接去找到我们这个右上角 这位小裕老师 通过三百块钱啊 就可以直接预定咱们的一个 毕业季的一个活动福利优惠 好吧 只要三百块钱 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一个 VIP学习 然后还有想要了解咱们系统课的同学呢 可以直接去找小裕老师 今天总共只有三个优惠名额 好吧 OK啊 好我们稍作休息啊 想要了解咱们系统课的同学呢 可以自行去了解咱们这边的一个 系统课程的一个内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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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的休息小会儿啊 稍微的休息小会儿啊 今天再来 拿上了一些 改参的 也行 先到什么 目的 来 说 尤其是 有的 啊 这 也行 又 小心 还 我们 哎呀我喝喝水啊稍等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讲这个没有讲完的内容好吧 继续回到这个案例内容啊讲这个没有讲完的东西 讲之前我们恭喜这个叫赵连和同学加入咱们的VIP学习啊 获得咱们的一个呃 20%讲迹期还有分级免息还有外包赠送的一个伏地优惠 然后还有想了解咱们系统课同学呢 可以去找咱们的一个秦宏老师 或者说找咱们的小玉老师去想去的咨询引力报名 了解咱们的一个系统课好吧 OK啊 刚刚可能有一些刚来的同学啊 如果是刚来的同学呢 可能后面的知识点可能会跟不上啊 那没有办法 你只能科学去拿录播去看了啊 好吧那我们还是继续我们前面讲的东西去衍生吧 而首先我们前面讲的是说呃去采集这个采集这个权战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整个网站的内容 然后我们从这层开始从从最外层开始啊 从最外层开始啊 对 啊我们从到这个网页当中呢去获取到他的一个这个里面的东西 呃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代码给修改一下啊 这个代码呢 呃其实我个人看起来有点不舒服啊 我先给他改一下 不舒服改一下 把这个代码给优化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就少了这个结合i 我们稍微的把这个代码给 再次优化一下 我们首先在这个地方定义一个阶 OK 然后第二位同学 这个叫钟友清同学 恭喜这位同学加入咱们的一个学习 恭喜这位同学 然后咱们今天的优惠名 还有最后的一个 只剩最后的一个了 先到先得 想要了解的同学 可以去找金风老师 或者说你加了我们这边老师 你加了谁就可以直接去找谁 好吧 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将这个原有代码给修改好了 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很多了 对吧 反正我是舒服很多了 我爽了 看一看下载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等一下 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这个东西它得定义到外面 对吧 定义到这里 应该没问题 这个的话应该定义到这里 定义到这里 对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对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下载 其实我们目的并不是说把所有图片全部都爬下来 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完成这个功能 因为爬图片没有意义 对吧 因为我们如果单独去爬这个图片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主要要实现的呢 是这个采集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思路 理解这个思路 所以目标并不是说把所有图片全部爬下来 我嫌的没事 嫌的蛋疼把这个图片爬下来干嘛呀 对吧 所以我们要做的呢 对 只是去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走吧 总共会有四部分 这要实现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工程 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工程 然后我们就先这样吧 这个层级我们就直接复制UIL了 好吧 我们就直接拿它的UIL了 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把这个也爬一下 对 总共反正只有四个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请求了 这地区吗 OK 反正就这四个链接的吧 四组 数一下 一二三四 四组 对 然后我们就将它来准备一个列表 OK 然后我们恭喜这个叫严一同学 加入咱们的VIP学习 咱们今天的话呢 还有 没有了 今天的话已经这个优惠名已经无了 好吧 已经无有 没有了 恭喜这个同学加入咱们的一个学习 OK 还有想要学习东西怎么办呢 对吧 还有想要学习东西 你自己去找那个老师去商量好吧 你自己去找你加工的老师去商量 去问一问 我们先把这四个链接给存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的思路 思路我就先不理了 因为这个思路要捋的话呢 其实跟我们前面所捋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那我就没有必要多辞一举了 好吧 我们直接干嘛呢 我想一下 OK没问题 我们先定义一个 UIL LIST 这第一组 这第二组 然后这第三组 然后这是第四组 OK 然后我们拿到它以后呢 下面的代码我们先注释一下 先不管它 然后呢我们先便利这个UIL 给你一个UIL LIST 然后我们第一步先请求这个链接 等一下 我们还得抓包 全都没有 全都没有 我们来搜这个链接 收到了 在这 我们需要去请求这个 对吧 我们来看它是啥 没有问题 对没有问题 是这个 然后它一共有多少页呢 它一共有七页 那七页是怎么去判定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七页是怎么去判定的呀 一共 它这里有一个pages 对吧 它这里有一个pages 一共七页 那我们就可以取它了 我们就可以取它 嗯 那就是说呢 这里我们是通过request点一个get 是点get吧 我们请求这个 但请求这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链接它不对啊 我们要我们要的是这个链接 我想一下怎么会做啊 怎么做 想一下思路 想一下思路 其实我们如果改这个后面的一个数字的话 我们改这个count的话 它可以去下载非常多的内容 对吧 一百 它最多的页数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看 七页 八页 三页 七页 七页的话 七乘以个二是多少 二七 二七多少来着 二七 二七十次 二七十次 就是140对吧 最多的话是140组 最多的话应该是140组 对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太空多少页 太空八页 对吧 那如果我是直接去这样呢 那如果我是直接去这样呢 我可以啊 160 那我们就160吧 基本上160就可以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取出来了 对 还是这样啊 那就简单了 我们为了图方便啊 这是啊 注意大家 我们就是为了图方便啊 所以我们直接抓包 但是如果你是在以后在工作当中 你别跟我一样图方便啊 然后这里我们就直接改成 160 我们把所有的全部都给它改成160啊 管它多少 反正改成160 对吧 没事 而这个style count的全部都给它改成160啊 管理321 诶 还有这个 好 然后这样改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请求它了 对吧 而一次请求就可以将它所有内容全部都拿到 诶 不错 点一个json 这个就是我们man的一个json 然后我们得要将它里面的这个data里面的targetlist取出来 应该都是叫targetlist的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拿到这个每个不同的一个内容了 然后这样我们就去取的话 想一下思路 现在是到了这个target了 target里面我们是需要去取到这个 我们是需要取到它的targetname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要取到它的这个targetname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要取到它的targetname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如果想要取到它的内容的话是需要什么东西 对 对 其实就是需要它的targetname 还有其他的需要的吗 343 OK 就其实就是需要它的那个targetname 需要它的这个targetname 就把它取到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 或者说可以直接取它的UIL 看到没有 可以直接取它的UIL 对 那直接取它的targetUIL 来得更方便一些 然后取顺便的话 targetname也取一下 为什么取它呢 因为你如果需要去操作的话 就最好给它保存一个文件夹 我们这里的话就来新建文件夹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是新建一个文件夹最好 这个是什么来着 忘记怎么用了 那我们就不去创建了吧 我们全部都给它丢到这个imension里面 我们自己去创建吧 具体什么去创建 mkdr 我忘记是怎么去操作的了 这样可以直接用吗 要点什么来着 要点什么来着 对对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那个OS 点一个mkdr 然后去创建这个imension 它可以创建多层目录来着 有个什么麦克 有个什么Mac 然后这样创建 当然这个要加F 对吧 然后到这一步 就是创建那个文件 创建好以后呢 创建好那个文件夹 创建好那个文件夹以后呢 我们得要请求这个网址 对吧 target UI 然后 是这个UIL不 不是这个UIL吧 不是这个UIL 他要请求的不是这个UIL 他要请求的是另外一个UIL 就这个UIL 那请求这个UIL怎么办呢 请求这个UIL 那我们拿这个UIL是没有用的呀 干掉 我们直接去拼一个 我们直接来拼一个 加上那个TuggetName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链接了呀 然后他后面的这个Page呢 是多少呢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总数啊 来看一看就是说通过这个 直接去请求 如果是200呢 200步行对吧 30呢 这个好像只能是20啊 等一下 我写20的话 他就是10条 对吧 对吧 那我写40呢 我写40 他应该就是 哎 他只有这么多是吧 他是不是只有17条呀 因为我们在这的话 好像没有办法去获取到他的总数啊 就他没有那个总页数 他只能 他只能这样去加载 你看到没 10月 哎 怎么还有 停不下来了 是吧 还有啊 怎么 那还有挺多的呀 这个 80 200 为什么200就空了呢 啊 我们就随便写一下吧 不去较真了 好吧 就随便写一下 不去较真了 哎 没遇到啊 写这么多贩吗 那又下不下来 对吧 就是 然后直接这样去请求的话呢 我们能够拿到什么呀 啊 我们直接就是说 直接请求的是这个 然后后面还得加东西啊 后面加的东西就是配置参数了 加吧 二十一个就二十吧 我们就拿一页算了 就拿一页算了 哎呀 哈哈 我不想 不想搞了 不想搞了 啊 太难受了 然后到这里的话呢 其实就是下面的一堆代码了 就下面的代码了 这个循环可以不要了 这个UI哦 我想一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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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我也删掉了 这个配置我们就写成一 因为我们只爬了第一页 对吧 我们就写成一 就大概看看样子就可以了 嗯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怎么看起来有点奇怪呢 奇怪就奇怪了 无所谓了 反正大致是没问题的 其实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一整个的一个案例内容啊 就讲到这里了 好吧 嗯 然后如果还有想要了解咱们系统课的东西啊 可以自行去找到那个咱们这边的这个客户老师 或者说找到我们这边你家户的任意一位老师啊 去问问他啊 还有没有还可不可以申请一个优惠名额 好吧 而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主要是太 cul Just 容器 stret